第一这个题目好了 比如说这个Sample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用Java 做出类似像这样的 首先的话 这个是一个Java的基本程式设计 那这属于比较简单的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当然我是先 用这个范例先跟各位讲解Java 再把这个改成Enjoy的 Enjoy的App 那一样的东西 实际上你会发现Java跟Enjoy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 那比如说我今天呢 题目要求我们做哪些事情 当然乐透彩应该大家都买过了 这个乐透彩 它的号码是介于1到42 这第一个 所以呢我要怎么样 可以乱数产生 乱数产生什么呢 这个六个号码 加一个特别号 总共七个号码 所以这边的话 我需要用题目指定的这个 他说请使用这个或这个类别 也就是这两个类别都可以 然后呢来产生七个号码 而且必须啊 用乱数函数集什么呢 阵列 所以这边的话呢 你必须用Java里面的阵列 来设计一个什么呢 模拟这个什么呢 乐透彩的开讲程式 那总共七个号码 六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那这边的号码不可以重复出现 而且呢 各位数字显示 号码必须前面加上零 比如说七的话 必须要变成零七 那这部分该怎么做呢 如果用那个Java来撰写程式呢 要从哪边开始 那首先的话 第一个 当然我们要建立一个Java的类别 那上个礼拜呢 我们有教各位建立那个Java 那当然我是先用Hello World开始 另外的话呢 还有个Sample 入门的部分 那入门的部分有开个头 我后面的题目 因为我们主要当然不是上Java 所以我开个头 让大家知道有这些 那也有给各位一些题目 回去做练习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延伸再举那个 比如说